手足之情 刘庸 从今天清晨5.06分开始 你在人生的旅程上又多了一个伴侣 那就是你的妹妹 她有7磅11盎司重 身长21英寸半 你的母亲说 她长得跟你出生时有些像 我则认为她太小还看不出来 但是无论外表相似与否 她与你是同胞兄妹 留着同一支的血液 且将在同一个家庭里成长 当然是会相像的 中国人称兄弟姐妹为手足 正比喻了其间密切的关系 手足同样是由身躯身处 他们靠着同一心脏压缩出的血液而生存 他们彼此扶持融入与共 在我们的生命中 可能获得的朋友相当多 但没有任何朋友能完全等于手足 朋友可以与你绝交 从此便不再是你的朋友 夫妻可以离异 从此就不再是夫妻 但是 手足即使有了摩擦 产生争执 甚至登报脱离关系 他们实实在在还是同父母所生 那与生俱来的同是无法改变的 记得你小时候 每当我们问你 稀不希望在天歌弟弟或妹妹时 你都大声抗议 说小奶娃会吵闹 大一点则会弄乱你的东西 砸坏你的玩具 那时候 我确实也认为 多一个孩子会分享你的一切 这或许是因为我自己身为独子 不太能了解 手足之情 但是今天 当你猝着眉 似乎有些忧心地问我 小妹妹出生时 期待绕在了脖子上 会不会有不良的影响时 我突然醒悟了 手足固然可能从父母那里 分享了原属于自己的时间与物质 但是 他们也彼此给予了关爱与帮助 他们是父母逝去时 站在送葬行列中 与你同样伤势的人 他们也是当你父母都离去之后 能够让你回忆起幼时家庭生活的人 他们可能是你遇到挫折 甚至夫妻失和时的避风港 因为他们与你有相同的生活经验 无法改变的血缘关系 自然也有着共同的意识 你很快就要17岁了 与你的妹妹也就是有着17年的差距 你们或许不容易玩到一起 你也必然要先对妹妹做单方面的付出 可以预见的 当你赚钱的时候 妹妹一定会向你讨红包 当妹妹到能爱跑爱跳的年纪 你也必然得常常带她出去玩 她会成为你的一个小累赘 但是 进一步想 你会发觉未来有一个妹妹 向你提供属于另一个年龄层次的资讯与观念 而且 随着她的成长 也会带给你很多意想不到的欢笑 尤其是当你年老 年轻17岁的妹妹仍然活力充沛 那也就是她回馈你的时候 有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 每年感恩节时 我特别急着赶回乡下的老家 因为平常回去看到的只是父母 唯有感恩节时 能见到所有的兄弟姐妹 大家打打闹闹 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童年 有一位在台湾的大陆老兵对我说 人人都返乡了 但是我没有回去 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 父母死了 回去看谁 有一天你会发现 手足不但是父母生命的延伸 童年记忆的延伸 甚至是故乡的延伸 人才会发现 离开摩